前面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主要當然利用index index函數和index函數 其實工作裡面蠻多 如果你要查詢資料 如果v2函數它沒辦法查到你要的資料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用其他的函數 比較常用的也許像index index通常還會跟一個函數叫match match函數做搭配 那因為match的話可以幫你把那個 你某個範圍裡面的某一個 你要找的資料先找到它在哪一列 那這個列的訊息再把它放在index裡面 index的第2個參數 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通常會放在第2個參數裡面 這個我想 之後看有沒有機會用到類似的我們再來說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在上個禮拜還有用到325這個人士分欄 那這個分欄就是主要把那個b欄的資料 把它分到那個 D到 這個325這一題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做到就是 怎麼樣把它分開 這個地方當然b欄的資料 把它分到D到G欄裡面 那方法當然我們有用到index index 跟indirect 還有vba 那相對起來 其實當然方法 各有它的 有缺點 那裡面的話當然我們是需要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資料 這個不包含前面欄會名稱的後面的資料 把它搬到這邊欄 那實際上呢就是做資料 資料的複製 那複製呢它是一欄 到4個欄 OK1到4 那當然未來也有可能是4個欄到 再把它合併成1啦 給它就是 資料的分分合合 那分分合合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資料 分開來到這邊的話 那我們用了至少三種方法 第一種的話就index 不過index裡面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 它會在哪一列 範圍是這個範圍 它在哪一列 哪一列的話呢 那當然它會 是 這個範圍裡面抓第一個就第一列 第二個就第二列 所以1到 總共有32比 紀錄 那我們32比 我們就是 有什麼方式向右向下 剛好產生1到32的表格 剛好 上個禮拜有提到 Current跟Raw OK 這部分如果你假設 有點忘記的 差不多的話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 上禮拜的影片 細節部分上禮拜都講了 所以我就不贅述了 另外的話 切割的話 我用mid函數 那mid函數怎麼切呢 把入職時間 冒號 去掉的話 那我是什麼 算 它的什麼呢 它上面的欄位 有沒有 4個字 再加兩個字 為什麼 冒號 有沒有它有冒號 冒號的下一個字 所以加2 那後面的字全要的話 我就直接輸入99 OK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快速的把你要的資料切割後面的部分 因為 資料如果剛好是在中間的話 那當然我們用mid函數 如果用 左邊就laps 右邊就right 不過剛好中間好像用的比較多還是 那個mid函數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indirect 我們用indirect其實也可以做 裡面 mid如果不用mid的話 你可以用replace 至於replace 它概念就是從第幾個字開始 幫你刪掉 幾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開始 幫我刪掉 入職時間 加一個字 一個字指的 加1指的是加一個冒號 也把冒號給刪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剛好是 我們要的後面資料 所以兩種方法 你可以用mid或replace 其實其他還有很多啦 只是說 我們想到比較簡單的方法 因為函數 當然你盡量不要把它越寫越複雜 一定要越寫越簡單 所以 發現好像 這邊比起來的話 用mid的函數應該是最簡單的 而且這個邏輯應該不難理解 所以有時候呢 怎麼樣把那個函數 做得越簡單越好 這個恐怕還要動一點腦筋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 這個書裡面 其實這個325指的就是 我 第一次上課有講到 有一本那個 以sale函數的468招 那一本 他325題 就是這一題 那實際上 我是拿 他的範例題 來當成 我們上課的範例 但是 解 解答的方法 跟他完全不一樣 所以 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買那本書來看看 另外呢 那本書裡面 沒有講到 VBA 所以VBA部分的話 是我自己把它加進去的 解決的方法也是我自己改成我習慣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解決方法你用別人的有時候真的不習慣 而且你會發現 別人解的方法 解的好複雜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因為自己來寫會比較簡單 所以 建議各位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 自己想想看 有沒有比較符合你的 思考邏輯的那種解決方法 那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如果沒有 你可以暫時參考我的 另外最後的話 VBA就是 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是清除這邊 然後這邊也是清除 那我們是把這邊的資料 拖過來 有沒有 其實很快就過來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合併成單欄 OK 這是上個禮拜講的 至於城市雲端上有 那怎麼寫 其實大概很簡單 for i 等於 1 for i 等於 2到9列 for j 等於 4到7列 就會抓到一個一個的位置 那我們這裡面放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資料 抓過來 這個是 Range的 B2 B3 B4 那我用Range的方式 有沒有 抓到這個就2 那你可以怎麼樣 加個K K預設值等於2 那每輸出一個加1 每輸出一個加1就好了 應該還有印象嘛 上幾個禮拜才 才寫過的喔 所以如果你這個 部分不熟喔 請各位回去喔 再把這個 稍微看一下 城市部分的話呢 但沒有幾行啦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好了 字呢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下 這裡的話呢 撰寫風格 把它改字大一點 裡面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重點我這邊是for i2到9 for j4到7 那特別是 J指的是藍 I指的是列 OK 然後呢 4到7 這個地方特別是你不能用D到G 這個地方他不能用那個 就是數 不能用文字 只能用 這個數字 OK 那接下來就是你可以把資料 丟到哪裡 丟到這裡 sales i追 所以 那我們用那個什麼呢 其實這邊 可以分兩階段嘛 我這邊是 本來輸出 假如不切割的話 是寫這樣 Range B 後面加一個K 那K的話呢 預設值等於2 為什麼因為從第2個開始抓 一直往下抓 那所以呢 抓一個之後 K等於K加1 所以如果這樣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是會包含那個 前面藍名 如果你要把前面藍名去掉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MID 這個MID 他VBA跟你sales一模一樣 所以怎麼樣呢 把它 逗點 資料給他嘛 然後幾個字 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呢 就是用sales 那我講過 就是 哪一列一定是第1列 如果 這個有點像是如果你 你有沒有鎖那個D E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用E 逗點後面的話會變的話用J來表示 因為它將來會 D變E E變G 會變的話我們用J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抓到這個儲存格的長度 LEN 前刮弧 然後怎麼樣呢 它的長度 刮弧加兩個字 這個邏輯跟那個 前面那個MID一模一樣 逗點 後面的話呢 就是99 意思就是從那個 上面的欄位名稱的字數 加兩個字之後 在 後面的全部要 所以後面全部要 我就輸入一個大於 它的長度就可以 這樣輸出的話 後面好像少一個後刮弧 後刮弧給它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 比較容易出錯的應該就是 LEN有沒有 然後 這邊多刮弧 LEN嘛 然後它的長度 加兩個字之後 然後逗點 MID 這個好像多一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以後如果常常出錯我發現同學 比較容易出錯就是 刮弧的那個數量 你一定要算一下 看得懂吧 多一個都不行 因為這個很麻煩 所以這個 可能剛開始 你們會容易忽略啦 所以要慢一點沒有關係 以後的話 反正前面有個前刮弧 後面就有個後刮弧 一定是 前面幾個後面的幾個就對了 但是也不能說亂刮 一定要刮在對的地方上面 OK 這樣輸出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執行結果 就會剛剛好 它放在它應該的位置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輸出成單欄 OK 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那在這部分的話 如果 忘了差不多 請各位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上面其實都有答案 我們在解釋與參照裡面 這邊 325人是分欄裡面 這個相關的答案 我其實都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所以細節部分 請各位回頭再看一下 這個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 最後 還有一點時間 我就講了326 326其實 就是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下拉清單 當我下拉清單 要一般的話 自動幫我把一般的資料 放到 這邊來 意思就是說呢 班級部分篩選完的結果 幫我把一般的資料 call到這邊來 OK 二般的話呢 就call二般 當然 這個地方 我上年來講過 你也可以用那個函數來做 不過函數 非常的複雜 所以像這種問題 乾脆 直接用VBA就好了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用函數 那個步驟呢 真的太多了 那相關細節啦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326這邊 本來我 早期是有 把這些函數的過程稍微說一下 不過後來發現 講完之後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你乾脆直接教我們寫VBA就好了 因為 光看完這些之後 頭都暈了 有沒有 因為要經過if small index ifl 最後還有 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還有這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 一定要用 Ctrl Shift加Enter 才可以 得到結果 這個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這個大瓜糊 你必須 那個按快速組合鍵 Ctrl Shift加一個Enter 他才會出現喔 否則的話他不會變出來 你當然你也可以這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不包含大瓜糊 Ctrl C 如果說你要做出結果來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直接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做什麼呢 我先把那個VBA拿掉 也許喔 如果你們要試的話 就是這邊呢 把它 直接貼到這邊 另外呢他沒有大瓜糊 請你 Ctrl Shift加Enter 這個時候他前後才有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不會執行 這個大瓜糊指的就是在 Excel 的裡面喔 有點像執行一個回圈的 的意思 就是說 就是說他會去幫你跑個回圈 但是那個回圈 沒辦法像VBA一樣是看得到一個4i 等於哪個範圍喔 他是整個就跑過了 哪個範圍你可能會搞不太清楚 做完之後呢你就向右 向下 這樣其實他就會抓到 可是你要把上面做出來 而且不出錯 太難了 打不如怎麼樣直接乾脆撰寫那個 VBA 或許還會來個簡單一些寫 這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假如說你細節有點 聽不太懂 上禮拜那個第八段影片 這邊也有詳細的敘述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往前 再來看一下那個 請各位 開啟 一樣是檢視與參照裡面的綜合練習 第二題 這邊有個題目 他有講1到7 的 題目要求 那我們 需要的那個 檔案呢 在另外一個 在這一個 OK 所以 基本上 題目檔 在這個的 綜合練習的第2 需要的檔案在這裡 那這一題的重點 實際上就是 你要學會 怎麼樣定義名稱 所以你開啟 再來就是直接開啟這個 我們的 這個範例檔 打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第1件事請各位先把那個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有的名稱請你先刪除 因為我們要重新建立 因為他有些 題目有些是好像叫我們建 可是有些他已經幫我們建了 可是 這樣我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建哪些沒建 怎麼去建立名稱 所以我們乾脆 第1步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先把它全部刪除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要重新建立有12個名稱 包括就是總發行股數 分配盈餘 跟 8個名 8個欄位名稱 另外還有這個配股數量表跟稅率表 有12個名稱待會來建 請各位先開啟 那個 檢視與參照 的題目檔 那他的練習檔在另外一個檔案 再把它開起來 謝謝